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3月2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前天晚上一条在加拿大华人论坛网站的帖子火了 楼主说 自己在Costco偷东西被抓了 询问有没有律师可以打掉这种案子 楼主说 本人出饭现在真的无比后悔 一时的贪婪 做成错事 好后悔 有没有律师可以打掉这种案件 谢谢大家 后来面对网友质疑是广告时又补充 偷的是20元左右的保健品 有热心网友回复 Costco叫警察到场了吗 警察给你开了出庭告票了吗 如果是 那一定要花钱请好律师 帮你打掉 不留案底 如果Costco没有叫警察到场 如果警察没有开给你开庭告票 那就没事了 以后千万千万不能再偷东西 好好做遵纪守法的好人 楼主回复说 Costco报警的 警察来了 开罚单 需要上庭 事后真的好后悔 可惜没有后悔药 现在只希望不会留案底就好 很多网友也纷纷安慰楼主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不用太担心 英文可以有的话 自己和法官解释 加愧疚 加悔改 如果是第一次 很大几率 罚款不留记录 第一次出犯能够打掉 不留案底 不影响移民申请 这个时刻不能省钱 花钱请律师帮忙 以后做遵纪守法的人 吸取教训 不过也有不少网友怀疑这个事情的真实性 表示20块钱的东西 Costco根本不会报警 警察也不会来 但是 也有网友给出自己的以往经历 相信楼主说的是事实 我相信楼主说的是事实 若干年前 我打开了一部分 外面是纸盒的包装 想看看里面的 但是 拿了另一个完整的包装去付钱 被发现 注销会员卡 并告知 自此不能再进入Costco 你如果是偷东西 那是更加严重 一定要请律师 在加拿大盗窃罪麻烦有多大 多伦多刑事辩护律师哈什伯格说 他对商场盗窃等轻微刑事犯罪很有研究 经常在网上解答别人疑问 他详细介绍了一个涉嫌商场盗窃的人 接下来要面临的一切 假如有天你在商场闲逛 随便拿了几样东西放进包里 可能你也并不需要 逛着逛着就忘记了 在出门的时候 却突然被商场的保安拦住 保安也很顺利的在你身上 搜出了那几样小东西 这时 即使你要付款也晚了 当事人会带你进保安室 被迫在禁止令上签名 以后就不能再进入这家商场 然后等待警察的到来 警察先问保安室发行过 保安会按他所见的告诉警察 然后当事人会被警察问一大堆个人信息 再被带到警察局拍照和取指印 警察会要求你按时出庭 一般两三小时之后就被放出来了 你只有两种选择 就是认罪或者不认罪 认罪的话 法官就会在从不处罚到进监狱之间的量行进行选择 同时也会留下犯罪记录 如果你选择不认罪 进而进行法庭审理 时间持续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法官根据所有的证据来判断你是否有罪 无罪证据充分的话 可能会被撤销指控 假如被撤销指控 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 将警局的照片和指纹撤回 当然也就没有犯罪记录 法官判定的根据包括当时偷的什么东西 环境因素 个人背景等 另外 如果是出犯 情形会好很多 假设再加上盗窃数额很小 比如价值低于100元 即使你认罪了 有可能是不会被控的 如果是无条件撤诉 一年以后不会留下犯罪记录 如果情节有稍微严重点 有可能是有条件撤诉 比如要求你定期到警察局报到汇报情况 禁止去一些地方等 犯罪记录在三年后撤除 不管怎样 遵纪手法是做人做事的底线 特别是作为留学生或者移民来讲 更要注意 走错一步 留下案底记录 也就意味着移民就业入籍的路就很难了 据加通社最新的报道 加拿大最高法院在今天25日上午 将就联邦和四省诉诸法律且纠缠多年的碳税案做出历史性裁决 法院将决定特鲁多自由党政府的温室气体污染定价法是否符合宪法 无论裁决结果如何 它都可能成为联邦和省级权力分立的标志性案例 并且是有关加拿大气候政治领域的关键决定 根据最新的消息 加拿大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结果裁定 联邦政府可以实施全国性的定价标准 自由党政府的法律没有违宪 最高首席法官瓦格纳代表投赞成票的多数法官表示 联邦政府可以自由地制定最低定价标准 因为气候变化的威胁如此之大 以至于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家政策与方针 他说 他同意联邦自由党政府的看法 即气候变化确实是引起国家关注的紧迫问题 在宪法上允许莫泰华带头处理跨越省区边界的问题 法官瓦格纳还写道 气候变化是真实的 它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对人类的未来构成了严重威胁 瓦格纳认为 莫泰华可以根据宪法的和平秩序和善政或POG条款形式 这赋予了联邦政府权力来制定法律 以便处理涉及整个国家的问题 该法案于2018年通过 对没有自己碳税和碳排放计划的省份 强行规定了最低温室气体排放价格 但阿尔伯塔省 萨斯科社温省和安大略省 都在法庭上对联邦法律提出挑战 称该法律侵犯了其征税权和宪法规定的 开发自己自然资源的权利 碳税是自由党政府气候计划的关键部分 但多年来一直是党派之间以及保守党政治家 在省和联邦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产物 据多伦多太阳报上周二报道 由加拿大智库飞杀研究所进行的一项独立研究显示 若实施碳税计划 到2030年将给加拿大经济造成441亿元 以2019年的价值计算的损失 并使政府赤字每年增加240亿元 这项研究也挑战自由党政府称 实施碳税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说法 实际上到2030年加拿大将失去202554个工作职位 其中安省遭受打击最大流失工作最多 估计到时将失去98766份职位 几乎占全国一半 如果论对经济的打击则新斯科社省最大 估计GDP下降2.6% 报告发现考虑到加拿大的人口增长到2030年 若要实现30%的目标 将需要每吨征收240元的碳税 而不是政府所说的每吨170元 最新报告也质疑沃泰华的说法 即声称被特鲁多强征碳税的四省中 所谓有80%的家庭流于联邦的税务返还 而在经济上变得更好 新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到2030年当每吨排放要收170元的碳税时 加拿大普通工人每年将损失1800加元的收入 加拿大外长加诺3月24日宣布了 对9名俄罗斯政要的制裁措施 包括禁止他们进入加拿大 禁止他们与加拿大的公司和个人有贸易往来 在此之前 美国和欧盟已经采取了类似制裁行动 成为加拿大制裁目标的9名俄罗斯人 包括俄总统办公室的两名高官 安全部门负责人 总检察长和监狱系统负责人 加拿大外交部举出的制裁这些官员的理由 包括企图暗杀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 对抗议纳瓦尔尼被捕的俄罗斯民众进行暴力镇压 纳瓦尔尼去年8月突然病倒 几经交涉后获准去德国就医 德国医生做出的诊断是 他接触到了化学神经毒剂诺维乔克 他在今年年初康复回国 一下飞机即被逮捕 俄罗斯各地爆发大规模抗议 遭到警方强力镇压 美国政府在3月初解密了一份情报说 给纳瓦尔尼下毒的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俄罗斯政府已否认 加拿大政府此举引发了俄方强烈的不满 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馆对加方发出严正警告 告诫加方物以制裁的方式与俄方展开对话 加方需要思考下自己过去所犯下的人权罪行 驻俄加拿大大使馆在声明中指出 加方此举是不友好的行为 该行为损害了本就艰难的俄家双边关系 俄方必定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俄驻加拿大外交官员认为 按照国际法相关准则 加方所实施的制裁完全是非法的 加方想靠这些制裁来打压俄罗斯的想法是毫无意义的 加拿大想要干涉俄罗斯内政 并将其对客观事实畸形化 政治化的认识强加给俄罗斯 这种做法注定失败 24日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采访时也称 加方政府此行为是非法的 俄方必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过去加拿大人想查自己的信用评分需要交一笔钱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信用评分是用于评估消费者 在支付账单时可靠程度的分数 以前需要花费30元左右才能查看 而且通常需要通过信用报告机构来完成 但是由于魁北克省通过了一项新法案 使得加拿大人查看信用评分变成免费的了 魁北克省政府在2月份通过了一项旨在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立法 虽然这项立法只会影响魁北克人 但消费者报告机构Equifax已同意 让加拿大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够获得同样的免费服务 也就是说 现在所有加拿大人都可以免费查看自己的信用评分信息 想免费查看你的信用评分 只需要前往消费者报告机构网站并回答几个问题 你会在10分钟内收到你的信用评分 有这方面需要的朋友赶紧试试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